各位企业好 本局跟大家分享 碧桂圆被败者组 徐云川对柳大发了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棋刚开始是双锋 大队内攻 延和在争局的时候 稍稍的有一点问题 被徐云川抓住了机会 我们现在看十盘 这里黄蜂上下是避免的 黑棋将来有一个 炮打底下的枪 这里黑棋出局 黄蜂的浸泡 浸泡了打马 然后还有了顺带的风局 这棋走的实际非常的好 黑棋这里只能够上下 也没有别的招法 然后双方都走得很紧慎 徐云川这里对了一个奔 是防止将来这个黑棋 这个七路炮打过来 打过来压马还带着打巷 这黑棋也只能吃 黄蜂飞着个高相 黑棋浸泡 黑棋浸泡这局 稍稍的有那么一定点问题 应该炮金四 对黄蜂的牵制的更有利点 炮金二的话 黄蜂的左翼就非常的灵活 这样的有点不划算 黄蜂飞向 黑风上阻 黑风上阻想下手去兵器尽 把那七路马也打通 黄蜂跳马 黑棋浸泡 黄蜂上兵 其实这里 黄蜂也可以走炮九瓶器 沿河的在 登马进去 或者是炮的压着这个马都可以 这样子进攻 上兵的话是另外一种思路 他可能是想攻击这个黑炮 这个炮的话 现在如果被捉的话 他都打不了了 代表这个子一交换 这个局一转 这个炮就会被捉死 他是这么一种思路 因为我们下棋是思路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里双方进行个交换 交换完以后呢 就像刚才说的这里有个做炮 好 所以是跟前面这个上兵啊 是一系列的后招吧 这里上竹 这里肯定得吃啊 然后挑马 这其柳特则的挺好 刚好呢 可以把红马的给逼退 这个是红兵的 又不能去反弃 你反弃要打一将啊 这样不行啊 所以 红封的 把马的切进去啊 黑起的对马 红封的对调 因为这个残局的对调 总体来说 应该是红封的占优 因为这个冰啊 在他的泡口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冰 随时可以过河 也就是说红旗 现在可以看得到 能够过河的冰就有两个了 这个子跟这个子的 肯定是要对调了将来 所以我们这个是下期的一个分析啊 当然我这是人工分析 不像电脑 那么一步一步的去计算 这里做好了准备啊 现在就开始了 大概走的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里黑起没有直接去打炮 如果直接打炮 红封的有一个将军脱袍的方法 这一狙刷炮 你吃他 他吃你这个炮 所以柳特想退回去 想白吃红旗这个炮 那许云川肯定就不干了 是吧 白痴怎么行呢 这里上冰 等你平过来的时候 他冰里也平过来 刚好有一个先期后取的引起 延后再吃掉 再一杀伤去啊 这个冰呢 就已经被捉死了 黑器可能像河器这里 所以也起来了作冰 但是这里的航方的近多两兵啊 局面至此的话呢 正常发展下去啊 啊黑器无论如何啊 也是要输齐的 好奇迹者在这里啊 黑方的柳特就 投走任务了 因为这个时候 红方的啊 比较好走啊 只要的拱冰上去 或者是先落个四啊 再拱冰 这里不能直接拱冰啊 直接拱冰 他一这样的下势 再砍势一架 被把这个冰给撤掉了 但是也可以引起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冰 但这样挺麻烦的 好 这番起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象棋的朋友呢 也可以帮忙点赞加关注 社长频内的都可以啊 好 我们的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